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IFU Super频道,我是Mini 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想用优衣库的单品来跟大家做一期冬季穿搭分享 因为最近我们这边开了优衣库嘛 所以就特别有想要去买优衣库的冲动 在店里面逛的时候就觉得优衣库基本上它都是比较日常 还有经典的一些款式和颜色 但是在试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基础款的单品 其实在搭配的时候反而更容易一些 那废话不多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吧 那首先呢就从我身上的这件开始吧 这件真衫我超级喜欢 首先呢它的颜色是介于红色跟橘红色之间的一个颜色 穿上以后就会超级显白 特别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肤色 其次呢它的这个款式我也非常喜欢 首先它这个领子是一个小微领的设计 穿上以后就会显得脖子很长 也会很显气质 另外是它的这个急腰短款设计 它的腰部的收口呢是比较紧的 所以可以很好地贴合我们的腰部 那这件衣服我觉得它也不是百分百完美 没有缺点 我觉得它的这个肩膀的地方是一个问题 就是它从领子到袖子这一部分是直接这样支下来的 在肩部的地方是没有一个接缝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款式的话它可能对于肩膀比较窄或者是六肩的女生的话 穿起来就不是那么的好看 所以大家可以去实体店试一下看看这件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 那冬天的时候呢可以给它搭配一个颜色比较深的夏装 它前面是这种扭扣的设计 会显得会显得腿更直一些 然后也会显得腿更长一些 它的面料是比较厚实的 所以冬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裙子呢它还有黄色红色还有黑色 但是我觉得这个藏蓝色的它是最百搭的一款 不管你上身穿深色或者浅色都特别的合适 那为了增加保暖性呢 还可以在这个针织衫里边加一个跟裙子同样颜色的一个打底衫 这样子的话就会更暖和一些 我选择是最小码的XS的 这个腰刚刚好 你把打底衫或者毛衣系到这个腰里边也不会觉得紧 所以大家如果买的话就尽量买小一号的 这样的腰就会比较合适一些 那第二件呢是来自U系列的3D立体针织衫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系列已经不陌生了 那这一件呢尤其是超级火的一件 就是怎么都抢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我买的时候就只剩下这一件浅黄色的了 而且我想买的是XS买 但是它只有S买了 但是只有这最后一件 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现在穿在身上呢是会觉得 这个S买的对于我来说确实是有一点点肥了 因为它的弹性比较大嘛 我觉得买小一号的话 穿上会更加收身一些 但是对于胸部比较丰满的女生来说的话 我觉得穿这件的话你可能需要渗入 会显得你的胸部更大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对于比较纤细苗条的女生来说 是更友好一些的 它在搭配上其实也可以有多种的方式 比如说就简单的搭一个这样子的短款外套 这样的搭配就会看上去比较舒服一些 或者也可以给这样的打底衫直接搭配一个半裙 这样穿也会显得特别的女性化 特别的优雅 我选择的是这条优衣裤的一条深蓝色白色波点的半裙 当时打折只要15欧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不拿下它的理由 所以就买回来了 而且我觉得即便是冬天穿它机会不多 到春夏的时候穿也是非常的合适的 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深蓝色的 所以不管是冬天还是春夏来做搭配 其实都是可以的 它的这个搭配性还是比较高 或者更女性一点的搭配 我是给它搭配了一件这样的一字领的长款针织裙 这样的穿搭也会更加暖和 在职场穿也是特别的合适的 那其实这个长裙它是一个长款的 如果你觉得穿这么短冷的话 也可以再把它往下拉 给它变成一个比较长的款式 那这样穿一个外边比较长的裙子 就会显得更加稳重 更加支性一些 那如果你觉得还是冷的话 可以在外边再套 可以在外边再套一个裙子 这样就可以更挡风一些了 这一件它的材质也是百分之百羊毛的 所以虽然它看上去比较薄 但是其实穿上还是挺保暖的 因为白色会有点透 所以我买它主要是为了在冬天 做叠穿时候作为内搭来穿的 款式上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就是一个相对修身的一个版型 但是它不像刚才那件U系列的 那么贴身那么有弹性 领子部分呢也比较高 需要晚下来穿 袖子和下摆都有收口的设计 而且没有很长 所以日常来单穿也是很合适的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样式 非常简单的一件单品呢 是因为它的性价比超级高 它的材质是百分之百羊毛的 穿上会非常的舒服 接下来这件毛衣呢 它也是来自U系列的 所以它的版型上会感觉比较宽松 比较休闲一些 因为它下部的这个收口呢 不是特别的贴身的那种 会有一些宽松 所以我在穿的时候呢 会建议比较建议大家 把后边这样稍稍的给它塞进去一点 前边呢还是这样子留在外边 这样它就腰的地方就会比较收紧一些 这样会显得我们的腰更细 身材比例更好 是不是很完美 没有看出来 然后后边其实你也看不到它的这个接缝 因为这个褶皱会把它挡住 在比较冷的地方呢 就可以用这个毛衣来搭配 这样的高领打底衫来穿 这样子的话会更加保暖一些 我给它们搭配了一个 这样枫叶黄色的一个半裙 这个裙子大家可以从它的形 还有它这个挺度就看出来 它料是非常厚的 所以在秋冬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这次一共买了两条 优衣裤这样子的一个半裙 我觉得它们家的裙子 特别好的一点是 它这个腰就很适合我们亚洲女生 像以往的话我买的裤子或者裙子 经常就是胯部还有屁股的地方很合适 但是腰就非常的肥 或者是我哪怕买的是最小号 XS买的 然后腰还是很肥 但是优衣裤的这款散裙就完全不会 所以如果大家是买这两款散裙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买合适的号 不需要去买这个最小码 因为我平时是穿S码的 我就这两条裙子我买的是S码的就很合适 然后我也试了XS码的 穿上就有点太紧了 而且冬天的话 如果你在里边穿打底衫 因为要塞到这个裙子的腰里边 所以穿小一码的就会比较紧一些 大家就选择刚好适合自己的码就可以了 那如果大家觉得穿裙子会比较冷的话 其实也可以加一个长筒靴 这样子的话你的靴筒跟裙摆就可以衔接在一起 那么你在里边不管是加打底裤啊 或者加牛仔裤啊 或者是两个都加都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散裙嘛 它不会显示我们里边的腿形 可以完美的演示我们里边到底套了几层 加上打底裤加上牛仔裤 再加上长筒靴足足三层 我觉得再加上这条裙子一共四层 我觉得怎么样也不会冷了吧 那最后的最后我就要重磅推荐 我超级超级喜欢的这一款优衣裤的 一个姚丽绒的一个大衣 为什么特别喜欢它呢 首先是它特别特别的保暖 它外边是这种姚丽绒的 所以会很挡风 它里边呢是一层薄薄的一层绒的那里 所以呢其实是两层绒 而且它的价钱超级便宜 只要50欧 而且是原价哦 没有打折的情况下就只有50欧 所以我就觉得简直太划算了 它一共有四款颜色 有白色的黑色的 还有这个蓝色的 还有一款是鸵色的还是棕色的 我忘记了 但我试下来我觉得 我看模特照的时候 我觉得白色的最好看 但是最后我试下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藏蓝色的看上去最有质感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颜色 而且我觉得蓝色的嘛 就是特别的百搭 而且也很耐脏 我就选择了这一款 都是东西全钥匙 酸酸酸酸 它的袖口呢是比较宽松一点的 所以随便里面套什么厚的 或者是毛衣再套一个短的外套 然后再套它都完全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 穿那些修饰身材一些衣服的女生呢 就可以给她加一个腰带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提高我们的腰线 让我们的身材比例看上去更好一些 然后同时呢 也可以让这个大衣形成一个 就是好像一个小裙摆这样子的效果 会显得更加的温柔甜美一些 这款衣服呢就是性价比又高 然后又保暖 而且呢就是超级不娇气 可以随便穿 然后随便洗都没有问题 也不会变形的这样子材质 所以就特别的推荐给大家 好开心啊 越说越高兴了 当然今天推荐的其他单品呢 我也非常喜欢 但是这一件呢 是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件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去实体店试试吧 好了 那今天的优衣库冬季穿搭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后边还会有越来越多的 有趣的好看的分享来送给大家 在国内的小伙伴 也可以在bilibili找到我们 还有在微博和公众号 我们也会有更多有趣的分享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关注我们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